外面就是这样的仓 够活 够活 喂,爹,快快吃饭啊 再盐,够的 够了 差不多 鸡油线拿刀 拿刀 来,来,来 炒炕啊 炒炕,来 炒炕 好 一人拿来,拿来 一人会先的 喂 小鸡 有 一些 一人会先试治 籮炕 看看 一会儿 earth juste 咱们就一会儿 走 要去 拿点鸡子 去摆下来的 没事 靠 来 来 慢点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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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等 先吃点火 先吃点火 咱们就要吃点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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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蒜 炒热 烤鸡 蒟蒜 酱 加 medium 蒜 鸡蛋 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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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入鸡肉 加水 冰糖 加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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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烤 大豆 加水 烤熟 放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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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火 放入碗中火 加水 放入碗中火 加水 上碗中火 加入生姜 加入生姜 中火 加入生姜 鸡蛋 牛肉 蟹 肉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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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拿去 冬天 几个 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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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生抽 油 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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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碗 鹽 鹽 鹽 老大,你会买出镜 来 喂,爹 你买满满的 好,十分钟啊 好,十分钟啊 好好好 嗯 我拿出马去 老婆 没有滑 这样,肥子肥头一两叮两叮 这大小小小还是一到两叮 一到两叮 一到两叮 吃,肉大 看 出哇 嗯,这么高我好吃昂? 你来吃没关昂? 行 年虾好吃 我呀 大多人拿电子 我们要送我回来 我来 我上去拿水 大妈,小心火 大家好,我是滇西小哥 之前跟大家说过,我们每年杀年猪之后呢 猪身上的每一个部位 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腌制和储存 那猪排骨的话呢,我们有两种储存方式 第一种就是把它砍成小块之后腌制成骨头渣 我以前视频里面也拍过 第二种的话呢,就是加盐巴 花椒,草果粉和酒搓揉腌制之后 把它悬挂起来自然风干 做成像这样的腊排骨 腊排骨呢,它也是我们云南一道比较有代表性的美食 可以用来煮火锅或者煲汤 它的汤色会特别的浓郁,特别的好喝 你们下次来云南的时候一定要尝一下云南的腊排骨 还有你们有什么其他的储存排骨的方法吗?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拜拜